作词 李宗盛 当一缕春风吹开风情宛中 你是否愿为他回眸 当一红滚滚滚浪潮湿如青龙 谁一生后人将动 香头儿里不是惊奇 用残存的瓦礼来唱起 一片土地 只风不雨不过为情 低头云无辜 抬头又欢喜 那颗梦就是我的一切 那 卫叔叔 陈叔叔 老贺在里边 卫叔叔 怎么了 其实爸爸以前 经常会跟我讲 你们一起建设南兵的事情 还会指着一栋大楼说 这就是你们一起建的 但是他生病之后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 也不让我去找你们 我麻烦叔叔你们进去之后 能不能帮我好好劝劝他 让他好好接受医院的治疗 那个钱的问题 我以后赚了钱 我一定会加倍 不要数这个 不要数这个 老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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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小子 在这儿干什么呢你 这么点小病 把你搞成这个样子 是没吃东西啊 想吃什么东西 我去给你搞一点来啊 是不是 小陈 你也不讲话 你真行啊 硬骨头啊 老贺 这么些年啊 谁也不肯见 一个人躲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 你 你干什么头发那么长啊 不知道剪一剪 要连长亲自给你剪啊 怎么了现在你啊 我跟你讲没事的啊 好好治疗 听连长的话 一定会好起来的 知不知道 你小子 当天我们见那个 在那个工程部队 见那个 滨南大道的时候 对 是不是 你 你小子 活蹦乱跳啊 你啊 唱那个 基建部队的歌 你唱得多好啊 你啊 全连你小子声音唱得最大 你 你三年不吃饭 你也不是这样啊 你你记不记得啊 那个那个歌怎么唱 猫頭戲地交道 玩多了 走几水丶 Iskade 建设祖国 包围祖国 包围祖国 是不是 包围祖国 基本建设 当床将 从蓝房到北房 连长 齐班长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热的不习惯 热不热 热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不见我呗 你 吗 这是你 车 好 车 你 rechts 好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爸 快去 快去 爸爸 冷静 妈 冷静 和熙啊 和熙 爸爸 冷静一点吧 和熙 爸爸 你干吗丢下我一个人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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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魏东晓 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 擅自作业施工 决定对其做出禁闭三天的处罚 魏东晓 到 走吧 是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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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股东大家干活的 跟你没关系 连长 你们干什么 还有点组织纪律性吗 报告团长 是我股东大家干活的 跟连长没关系 你爸爸呀 当年和我们在不对的时候 他就有讲过 他说呀 他这一生 最大的愿望就是 有一个女儿啊 所以讲有了你呀 也算是 此生无憾了 但是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 就因为我 他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不是这样的 你爸爸这个人啊 是一个刚强无比的军人 他很坚硬 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他是不愿意拖累任何人 知不知道 这张照片 叔叔拿回去啊 可惜你呀 要好好生活 以后有什么问题 找我找叔叔们 回头给小智留个电话 好 好 我们回去了 走了 魏叔叔再见 陈叔叔再见 可惜啊 魏叔叔怎么了 把你自己的东西 收拾一下 马上和叔叔回家 以后魏叔叔和你方阿姨 对待你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谢谢魏叔叔 谢谢魏叔叔 好 好孩子 好孩子 女儿 这里以后都是你的家了 你喜欢吃什么 有什么生活习惯 你就跟我讲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知道没有 知道了阿姨 不要叫阿姨了 叫方姨好不好 对 以后慢慢叫方妈也可以 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在煲汤啊 你喜欢吃什么汤 阿姨 我也会做饭 不用不用不用 你坐在这里就好了 做饭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 那么懂事 你的东西 我帮你拿到房间收拾一下啊 方姨 我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方姨 就在这间房间 来 来 来 刚才看着你们两个人一起讲话啊 很像一对母女啊 真的 有个女儿也不错吧 这个孩子非常懂事啊 以后啊 你们两个人要 好好相处 是很懂事啊 我是说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你不用担心了 我是什么人 不是自己的孩子 都要当自己孩子养的 不过这个女孩子也是蛮可怜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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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阿飛 阿飛 起這麼早乾什麼 魂叔叔 你起來了 我熬了之後 我給你去拿 熬粥 阿溪啊 以后啊 早上做饭的事不用你啊 有你方言 你只会好好学习就好了 魏叔叔 你快喝粥吧 我喝什么粥啊 几点 你看甜都没有量 我就喝粥 学习吧 学习吧 好 看书看书 那这个粥 我再睡一会儿 请你再吃 好 李秘书啊 李秘书 你让我四点过来 现在已经五点了 王副指长什么时候忙完啊 不好意思啊 里面啊 来了个中药客人 您啊 再稍等一下 你知道我中午就过来了 一直让我等到现在 他要这样接下去还有没有完啊 你跟没跟他讲 我是魏东小 我找他 你有没有跟他讲 上午啊 我已经向他汇报了 你要是不相信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见到王副指长啊 到时候你自己去问他 我信 我信 我信你 好好好 我再等一等 稍等一下啊 我看看啊 明天不行 明天不行 后天也不行 阿姨呀 一说这工作 安排得慢慢地 剪剪彩活动 我也得参加 到那儿装模作样地 就去拍几个照片 电视台再采访一会儿 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不是浪费时间吗 是 所以讲呢 这个工作啊 一定要劳逸结合 忙里偷闲的嘛 我的王市长 你小子 庞副市长 您就别谦虚了 去掉这个副字对您来讲 那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你小子可别瞎说 行了 我再看看 大后天吧 大后天下午啊 那个消防工作会议 我推了 好 我说啊 这次咱们就别去普利了 普利去多了 那何官都认识过了 这样啊 等您呢 有时间不忙的时候 我们就 美国拉斯维加斯 真的假的 你小子 王副市长啊 贵东小来了 已经等了很久了 东小来了 你让他等我一会儿 好 怎么说 贵总啊 您再稍等一下 我还等 他知不知道是我 知道 知道 他说什么 里边呢 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客人 再稍等一会儿 这样吧 晚上的饭呢 我就不去了 我跟东小啊 好好聊聊 好 没问题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慢慢聊 行 我不送了啊 这个 偷德福生半日闲哪 走了走了 谢谢织队长 现在要见你一面太难了 你卫东小要来见我 谁拦得住你啊 一个秘书把我拦住了一下午啊 你 我中午就过来了 你不是打进来了吗 你不是打进来了吗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要向您汇报一下啊 我搞的那个数字乘空机 样机已经出来了 是吗 持队长 我就知道你小子行啊 我现在想啊 问一问您啊 因为我们是想搞一个生产线 量产这个陈空机 市里是不是有什么政策 可以支持我们一下 你说 想要什么支持啊 持队长很痛快啊 我找过前副市长了 他说通信这一块 是王副市长分管的 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吗 秦副市长说的啊 是啊 直队长 我就不绕弯子了啊 你看你能不能给我 批一笔无锡贷款 东小啊 这个无锡贷款啊 指标确实还有 但是都是戴着帽子下去的啊 那一般都是扶持市里的 重点国有企业和重点项目 那刚好啊 我们这个数字乘空机 肯定属于市里的重点项目来的 你这个是不是市里的重点项目 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 支队长啊 你看您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讲啊 说这个 还是倾向于国外的这些养品牌啊 对啊 但是我们这样搞 我们这个数字乘空机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 市里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咱们国产的数字乘空机啊 毕竟不太成熟 市里也不敢用啊 你说一旦真的出点问题 通信给瘫痪了 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对 队队长 您放心好了 我们这个城空机之战 绝对没问题 很过硬的 东小啊 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像刚走上社会 一个愣头青一样啊 你给我听着 这事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我就搞不懂了 队队长 那你给我指一条名路 那你要是听我的 我告诉你 市里的通信产业升级 这才刚刚开始 你魏东小也可以代理几个 国外的大品牌 来参加竞标嘛 这队长 那样的话我搞来搞去 我 那我不就变成一个 洋品牌的代理商了吗 魏东小啊 魏东小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搞什么自己的产品啊 品牌啊 你这雷达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几年不见支队长 他像是另外一个人了 他还是我认识那个支队长吗 虽然支队长 答应帮忙了 可我并没有觉得开心 过去支队长是个直来直去的孩子 现在他总是画里草花 让我猜 这种变化 让我感到失落 感到困惑 老位 来来来 尝尝尝尝尝 这不容易啊 这 这给我挤的 你尝尝看 这个汉堡包 是咱们南宾现在最时髦了 这里边都坐不下了 是 有听说麦当劳来的吗 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这家店啊 说是我们内地啊 南宾这是第一家 第一家 是啊 怪不得这么多人 有那么好吃吗 来 尝尝 好辣尝 有那么好吃吗 这不和肉胶膜差不多吗 是 这是美国肉胶膜 对了 你跟那个王副市长聊得怎么样 不好 他呀 他支持我做这个代理 我很头疼现在 代理 我觉得可以考虑啊 考虑什么呀 我要是去做这个代理 那我研发那个素质成功 就怎么办 我 我不想给人家看上去 像做个二道贩子一样 不是 老魏 你这样想 咱们要真能把这个欧美的 这个大品牌的通信器材 代理下来的话 那光里边的技术 咱们就能够吸收好长时间了 什么技术 这也有技术含量啊 对了 你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 那不是有好多战友 也都是做这个什么 通信设备安装的吗 你把他们都找回来 一方面 咱们人手够了 另一方面 你给他们一个好的出路 多挣点钱啊 一举两得 老魏 这个主意好啊 我还真没有想过啊 那我那些战友 都是搞通信的呀 对啊 而且他们军人的这个作风啊 有拼近 有任性 没错 肯定都听你的一胡百应 是是是是 看不出来 老魏啊 出主意很在点子上啊 谢谢您 谢谢您的支持 董局长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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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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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家对得起这个表啊 那个 不是说王副市长 会来参加我们的剪达吗 没想什么王副市长 人家是市里的领导 哪里开业都去啊 人家那么闲啊 人家这次帮了很大忙的 你要知道感谢 是个感恩在心里 以后有机会报恩他 那董局长今天来了 已经很给面子了 就代表这个领导了啊 是啊 董局长 这边还有花篮呢 好 是不是 对啊 谢谢董局长 我们一定好好干 好 谢谢董局长 好个经历 那个 阿斌 啊 那个鞭炮搞得怎么样 准备好了 一千下 好好好 那个那个 快来来来 董局长 来来来 一定报上了啊 好 那三成新捡两句话 好 大家注意了啊 今天我宣布 我们创新公司 你要说清楚 我们是做什么的 通信器材 好 今天 我们创新通信器材公司 你差一个字都不可以 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差一个字我告诉你 董局长到时候挑你毛病啊 告诉你 你出来出来 好 今天 我们创新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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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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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起来 好 好 好 来来来 大家进来坐 进来坐 来 进来喝杯茶 喝杯茶吃点东西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一千想着泡的 太可爱了 喝杯茶吃点东西 来来来 欢迎了 欢迎了 都进去 进去喝杯茶吃点东西 老方 你这么客气啊你 我看见大瑶在那边了 谁啊 大瑶啊 陈大瑶 我先进去了 好 大瑶 阿芳 你来了 是好歹有消息了 找到他了吗 好歹还没找到 我来是恭喜东小公司开业 既然都来了 进去坐坐呀 打个招呼嘛 大大方方的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进去坐坐了 算了 我怕东小多想嘛 对了 东小公司开业 你那边生意怎么样 忙得过来吗 还可以吧 他这种通信 我也不是太懂 万一要是做得不好 这个家还是要养的 这个魏东小啊 也不知道上辈子 哪儿秀来的福气 这辈子娶到你 谢谢你啊 给我介绍香港 那个纸板生意 真的 这几个月 比我之前那些 洗照片呀 打印呀 赚钱赚多了 不用谢我了 你不知道 我能帮到你 我自己有多开心 好歹 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嘛 他那么大个人了 他怎么会找不到 好 我在香港也有朋友啊 我也在托别人打听 你真的一点好歹的消息 都没有 你不要骗我 好歹呢 好歹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我相信你们母子 一定会见面的 去跟东小打个招呼啊 都来了 算了 还是不进去了 你回去吧 你有好歹消息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一定的 你不要骗我 不会了 我先回去了 各位股民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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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南滨市副市长王光明 我想告诉大家 黑市买卖证券 是非法的 黑市买卖证券啊 是非法的 黑市买卖证券啊 我们一定要理性的 购买股票证券 一定要理性购买股票证券 我们南滨市卫市政府 绝对不会对黑市 猖獗的交易 不理不管 你们大家千万不要随便 精心谣言 千万不要 喂 喂 喂 副市长 稍等一下 我问一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再调了 再调了 赶快弄一下 乖 不行啊 快点 快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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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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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股民朋友们 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管理 大家一定要 有序 理性 安全地 来进行股票的购买活动 一定要遵纪守法 配合市委市政府 我 我过去看一眼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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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那边 这么多人哪 证交所啊 今天好多人 我刚才来就看见 是啊 现在那个圆山 那个交易所呀 堵得人山人海 动都动不了 哎 那个老五股现在 红得发紫啊 买都买不到 什么老五股啊 老五股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哎呀 南发展哪 南万科呀 南京田呀 南安达 还有南原野嘛 哦 老五股嘛 一九九零年我们发股票 不就那几只股票 你都不知道 哎呀 香港股市现在 好不好坏不坏 买股票呢 天天喊着割肉赔钱 喂 你不要信呢 那怎么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啊 我们南宾现在是 往上坡路走啊 光那些股票代码 一听就吓死你 零零零零一 零零零零二 零零零三 到零零零零五 你听一下 刚发行没多久 你说能不能涨 会不会赚钱 不赚钱干嘛 这么多人在抢 是不是 阿芳 要是真是这样 你费点心啊 哪只股票赚钱 告诉我 我也买一点啊 我跟你讲啊 当时那个股票 发行的时候 我们南宾都没有人买 当时那个政府啊 还想都让那些干部 带头去买一点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赚 我确实也是低价 收了那么一点 东小知道吧 东小呢 他是跟我讲过的 这些股票拿到手 将来肯定是能赚钱的 但是我买 我也没有跟他讲啊 你不要跟他讲啊 出卖我 怎么可能 咱们什么关系 再说 你让我赚钱 我怎么能出卖你 有眼光啊 我是有眼光啊 我跟你讲啊 现在啊还是要买的 将来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进都进不去是不是啊 你想想办法 让我也买一点啊 真的啊 真的 我去帮你打听一下 我替你保密 各位股民朋友们 股民朋友们 我是南宾市副市长 王光明 这个黑市买卖乘欠 是违法的 是非法行为 副市长 买卖 副市长 副市长 你这是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搞什么这是 这东西啊功率小 声音打不出去 还得老换电池 又不行了 快快快别急别急 你别急啊 我去给你搞一个 功率大一点的喇叭 保证香港你们都听得到的 你等我一下 我说你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跟我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成立了一家公司 就在隔壁 我马上把这个高音喇叭 给你拿过来 很快的啊 抓紧时间 快一点 不是杜小哥 拿这两个东西干什么 还要副市长在那边等着 声音不够大 把副市长给他搞大 让香港那边都听得到 快点快点 少牛 抓紧时间啊 抓紧抓紧 马上马上 来来来 让一下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这个东西 让一下让一下 副市长 副市长 让一下让一下 好 来来来来 这个大功力的来了啊 行不行行不行 进去搞一下快点快点 好好好 把电接着 来来来来来 把这个拿进去 接上 接上对好 好 没问题了啊 你拿这个 你拿这个 这个好 拿这个 没问题吧 赶快把这个电接上 没关键的 还是看我汪光明的病啊 学队长 有个事我要跟你说一下啊 咱们 这个年底在香港 有一个通信展吗 能不能给我们公司 一个参展名额 喂 东小 您敢跟老子谈交易啊 喂 副市长 怎么样 话传出去了 我给修好了 传出去也不说一声 都听到了啊 是啊 修好了就传出去了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这事我知道了 你去吧去吧 不是 你给我一个准话嘛 你 行不行啊 行了 我给你一个纸片 好 那谢谢陈队长 你在这盯住啊 好 陈队长 我去给你搞杯水 好了好了 行了 打开吧 不行啊 很辛苦啊 我去搞水 我给你搞水 各位苦民朋友们 各位苦民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理性 阿西睡了啊 是啊 睡了 你也进去睡觉吧 我看会儿书 我干吗要进去睡觉啊 我陪你聊会儿天啊 别每次你都看书 你要是吗 我跟你说啊 前段时间呢 他们那个营业部 不是卖股票吗 我就把家里的钱 都拿去买股票了 就是你说那个 老五股啊 看看我们公司 楼下那个营业部 就知道啊 这股票市场真的火啊 真的火啊 能赚钱 所以你现在 是支持我买股票了 但是说实话 我是有点担心 因为这个市场 现在太火了 我老感觉它在往一个 不是很科学 不理性的这个方向发展 你不用担心的 感觉要出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这个股票涨多少啊 就我之前买的那个 翻了多少倍 前段时间呢 我看它涨得有点高 我出掉了一大部分 你知道我赚了多少钱吗 四十五万呢 你信不信 那么多钱 真的就这么多 你这个真是 赚钱赚得有点容易啊 所以我现在就在担心 它还会不会往上涨 它要是再涨越来越多 那我卖掉了 那我卖掉了 我不就亏了 你要是听我的建议啊 我建议你啊 你留一点 比较看好的 其他通通都卖掉 我听说啊 我们南宾马上要搞 那个证券交易所了 股票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你不怕没有这个赚钱的机会 那倒也是 那我就听你的了 你当然要听我的 好 赶紧睡觉去 我看会儿书 行吧 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好 快去睡觉 干吗老催我睡觉 我今天有点累 你累你的吗 你干吗看什么书 你书都看到了 你看书 你心里有鬼啊 那你干吗 你拿这个倒书 你在想什么 我好像才是拿正的 你这样一搞我就拿了 那你跟我说 你看的这个是什么内容 说了你又不懂 说了我不懂 对 我懂你就够了 我一说一说 你就像催眠一样 你肯定就睡着了 我给你唱支歌 你唱什么歌 少来 你这个人就是嘴甜 爷亮代表我的心怎么样 我真拿手了 没有用的 那你唱 你唱 你快点 你唱啊 你唱啊 我很想听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唱两包 卑仔 我跟你说过几遍了 扫完地那个扫帚啊 我放到房间里去啊 好 阿芳姑 你歇会儿吧 我跟你说几次了 在这里叫我什么 经理 是啊 经理呀 我跟你讲啊 等一下会来一个漂亮的女孩 你不要欺负人家啊 谁呀 都能让我阿芳姑不心疼我了 是阿希呀 我让她过来帮忙 顺便可以学点东西吗 阿希呀 你放心 我不会欺负阿希的 虽然我们还没怎么见过面 你嘴巴这么甜呀 将来你要讨老婆啊 你老婆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阿芳姑 你别取笑我了 我没有取笑你啊 赫西呢 赫西怎么还没到 你有事吗 我应聘 那应聘进去吧 走啊 我那里面刚打印的新的业务纸 你帮我拿出来 方姨 阿希来了 这是灰仔啊 阿希 不宰哥 阿芳姑 你还说我嘴甜呢 要我说 这里边嘴巴最甜的 应该是阿希才对 阿希嘴什么甜 人家叫你名字礼貌来的 你真是 把阿希带到里面去 告诉她那些机器都怎么用 好啊 阿希跟我来 好啊 我教你怎么用 去跟灰仔学一点 你是 他是来应聘的 应聘的 没事 没事 进来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陈强 你都会什么 我什么都会 我什么都会 那么厉害 但是我什么都没错过 我看你有点紧张啊 没关系的 我们这边的工作 都很轻松的 来 来 给你个应聘的表格 你先填一下 来 我跟你说 我们这边呢 工资不是很高 但是能学到的东西 还是不少的 只要你肯学 在这边工作 还是会很开心的 是吗 我看看 陈强 一九七五年 你属兔子的 跟我儿子一样大 好了 阿芳姑 这个贴哪里啊 贴这里就好了 住得远吗 不远 我看你都还在上学 上学怎么来工作呢 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 很好啊 很优秀啊 歪了 下来点 这歪了歪了 好 正一点啊 有蚊子啊 花楼水 阿夕睡着了 没事 没事 怎么样 当兵的就是不一样啊 枪法准这个也准 今天阿喜啊 去我店里帮忙了 灰仔还教了他不少东西 还不错 今天我店里 你还来了一个小孩 来应聘的 思思文文的 也不敢讲话 我看他的年纪 跟豪宅一样大 看到他我就在想 这个豪宅到底在哪儿呢 陈大瑶说他找不到 那么大一个人 怎么会找不到啊 我就不信了 说真的 说真的 我很想好在 来 慧仔呢 慧仔去给客户送样品去了 陈强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这个里面 是我公司接的海报 明天晚上之前要印刷出来 你现在去沙湾那边 那边的印刷场比较多 听懂没有 懂了 要是沙湾那边不行呢 你就坐车去南门东港 去浦江宾馆 找那个蔡伟基 你就跟他说 是阿芳让你去的啊 让他开快一点 听到没有 听懂没有啊 懂了 明天晚上之前啊 好嘞 方姨 你先喝口凉茶 你放心 陈强肯定可以的 我知道陈强可以的 但是你啊 这边的事情再忙 不能耽误学习啊 我知道了方姨 方姨 你都忙糊涂了 今天是礼拜天 礼拜天哪 礼拜天晚上我要去趟西安哪 方姨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特别疯疯活活 蛮像个女强人呢 女什么强人呢 你是在夸我吗 我当然是夸你啊 你现在是我的偶像 等我到时候大学毕业了 我也像你一样 等你将来大学毕业啊 你肯定比我强 又有文化又年轻 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行了 我要准备一下 晚上要出差啊 那行吧 你在这里看着啊 我回去准备一下 方姨 路上小心 哦 没事 没事 帮忙你的案子 你还请认为我 我去看这些小事 我去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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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isi 我去看起来 刚刚方怡啊 还从西安打电话回来 问什么情况呢 永不对爱说 停顿 永不停止 口向你心闷 求让我的歌声 穿过海的波涛 去追寻朝阳升堂 当钟声再一次 翘翔才黄昏 你梦中是你万贵的情人 匆忙的脚步 滚动的红尘 不解的 是我们温暖的初心 是我们温暖的初心 对了 都是我们温暖的初心 是我们温暖的初心 把人家的两下 给我 不添加 背后 把人家的疼 变成了赛 就样再一次想她